没工作了 找不到工作了 这是七年前陪我的发小找暑气工 七年后他在这里工作 这是七年前他骑自行车追我 七年后知情的他从我身边经过 应该是市子猫 年轻市猫 每天开车都能看到这个熟悉的身影 恶劣天气里 拥堵的路口中 那个身影给出的无声手势 是我们大家与交警之间最平淡 却有最温暖的交流 交警 交警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初岛交通 然后处理事故 反正道路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跟我们交警有关的 累啊 在外面风吹日上 然后冬天 冬天冷 夏天热 陈年人好像更习惯不去抱怨工作和生活 即便输出那些旁人只是听着都觉得辛苦的话 语气也好像是在稀松不过 我听说你们是有短袖的但是就还是坚持穿长袖 短袖是有啊 因为现在外面夏天高温天穿短袖很容易晒伤 所以我们即使很热 我们也是穿长袖 前两年在外面之行的时候 实在是太热了 下午的时候就头晕露眩 直接就中暑了 其真正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 你有碰到过什么夸张的吗 之前有碰到过下跪求饶 删自己的耳光嘛 就类似于这样的 然后我们只能自己心理调节 尽量让自己心理平和 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 这我们处罚不是目的 教育才是最根的目的 他跟我说幸好有饼干和小白 即便只是看到他们安安静静趴在那里 都会感觉心被填满了 以前回家开门后 只有一片漆黑和空空荡荡 现在在掏出钥匙的瞬间 嘴巴已经准备好要叫出小猫的名字 这个是饼干 一只三岁的小猫猫 需要减肥的一只小胖子 正好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的两只猫 送你一个见面礼 应该说是送他们两个见面礼 这是皮蛋的安心冻干猫粮 零蛊物零淀粉零人物又是鸡 这是来自皮蛋猫粮的安心 鲜肉美解技术和一百亿进口益生菌 满足猫咪所需核心营养 且好消化 也让主人不再担心猫咪的健康问题 它为老百姓们带来安心 而猫咪是属于它的安心 你看 好 行了 都给你忙了 这就要去吧 帖子瓶 淡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